爱情固然重要,但亲情才是弥足珍贵 因此每当我们看到了白法人送黑法人这种场面 我们都会感到心痛 这个周末,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他的家乡德拉瓦州主持儿子葬礼 儿子Ball Biden因为脑癌过世才46岁 一年早逝,当然更加深了父亲的痛苦 但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痛楚 因为这位儿子其实是上帝留下来陪伴老父的一个使者 而这位天使如今已经离他而去 怎么说呢?就在43年前,爸爸的政治生涯 刚刚赢得了第一场重要的战役当选了美国参议员之际 他们全家人出游太太开的车的时候 跟儿子跟女儿发生了重大的车祸 太太跟女儿都丧生,儿子也受了伤,就是这位Ball Biden 整个的宣誓仪式延后,最后爸爸是在儿子的病床旁边 按照圣经宣誓了他的救治仪式 踏上了他的政治生涯,小儿子三岁浑然不知 但见证了父亲,从此这一生迟到白宫 做上了美国政治的第二把交椅 因此父亲觉得这个儿子就是来陪伴他的 就是伴随着引领他们的一家人 伴随着父亲走上他人生之路 因此对这位儿子感动之余,也努力地栽培他 而这位儿子也不负众望 自己也当选了美国的德拉瓦州的重要的官员 他自己也准备走上从政之路 但梅拉道就在准备之际 他发现自己得了脑癌 但如今经过了三年跟病魔的奋斗 最后还是离开了人世 就在一个月之前 拜登曾经参加了美国耶稣大学的毕业典礼 当时外界还不知道儿子可能即将远去的事情 但老父心里有数 他告诉这些毕生很多话 不过他最重要告诉他们 千万要感谢你们的父母亲 因为只有当儿子女儿成就超过老爸老妈的时候 那时候父亲母亲才是最骄傲的 而一个成功的父亲就是培养出比他们更优秀的下一代 这位下一代就是他口中的Bob Biden 这段故事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父子之爱 更让我们感觉到人世之间真是有很多离奇的安排 盖上美国国旗 美国副总统拜登跟家人 在星期四送走了脑癌病逝的长子Bob Biden 他视而仰望着天 甚至也面哭泣 这追星刺骨的痛 他43年前也曾经历过 当时Bob才三岁 我们希望你们能支持 和支持国家的国家的法律 谢谢大家来的 躺在床上的小男孩就是Bob 拜登在儿子的病床前完成参议员的就职宣誓 43年前刚选上参议员的拜登 政治前途看好 妻儿却遭逢车祸意外 妻子及才一岁大的女儿离开人世 留下了两名受了重伤的质子 当时崩溃的他几乎要放弃公职 提到这段过去 美美红了眼眶 为兼顾家庭与工作 他坚持每天搭三小时货车 到华府通勤 37年来如一日 只为了晚上能和儿子相聚 儿子成了他的力量 收拾起悲伤 拜登在美国政坛默默耕耘 拥有澳人法学博士 参议员一当就是36年 国际事务与外交是他的强项 但他个人的目标更不止于此 但两次党内初选都未能获得提名 2008年在欧巴马邀请下 大党竞选 当时的民主党大会 Bolt先生为父亲造势 四年后父亲诱惑提名 Bolt再度上台 说的还是浓密的父子情谊 好晚安 我是Bolt Biden 和Joe Biden是我的父亲 他一直以为我父亲 我父亲爱和爱 我们的国家需要 我的父亲 我的英雄 Joe Biden 虎父无犬子 Bolt和父亲不仅外貌神似 也和父亲一样学法律 还曾赴伊拉克从军 更在38岁当上 德拉瓦州首席检察官 连任两届长达八年 在拜登的一路栽培下 Bolt原本明年 友谊角逐德拉瓦州州长 父亲知道他是一个成功 他回头看他的儿子和女儿 知道他们比他成功更好 我是一个成功 我是一个成功 Bolt 我爱你 我很羡慕 拜登不止一次公开说 以子为傲 而上个月17号 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他再提到家庭的故事 当时拜登戴着招牌的雷鹏太阳眼镜 看不出悲伤 其实Bolt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仿佛是上天派来的天使 Bolt当年大难不死 陪伴父亲走过了最发光的从政岁月 一路走到副总统大卫 然而就在拜登搅逐总统大卫无望后 激励他奋斗向上的长子 被上帝接往到另一个世界 仿佛这天使的任务结束 能说不是巧合吗 Joe Biden这位美国第二号人物 虽拥有举世瞩目的地位 妻女及爱子的离去 成了他人生最大缺憾 最心痛的回忆